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边的云南那边都有人做 所以说我们这个环子鸟就有可能在下一站 被别的地方接收到 你们看一下那个环上 环上是不是有什么信息 环上 这还有信箱 对啊 那个北京1928信箱 就是咱们中国的鸟类环子中心的一个信箱 如果说大家在野外啊 看着腿上带环的鸟来 这个大部分就是这些环子鸟都做的 这个信息呢 你们可以就是说反馈给这个北京1928信箱 他们会把这个鸟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环的都会给你们反馈过来 根据它这个负质的一个粗细 我们给它带不同的环 最小的鸟就是带那个A环 比如说一些柳鹰类的 像这样的鸟我们就给它带B环 我们拿好环之后啊 就给它那个带到它的右臀 这叫腹肢啊 就是我小腿 看带上之后 你看就是夹上之后呢 给它那个圆一下 完事之后 不要让它那个有太大的那个缝隙 也不要让这两个环啊 给它那个扣起来 这样的话会对它的这个腿啊造成影响 你看就是带上之后啊 它就像一个戒子一样 戒子还是紧的 这个来是松的 太紧的话 因为还是影响它的那个血脉的一个流动 就是给它呢 放到里面 它不会飞了 完成之后一下 对 54 剑 的 我们只能跟它们 在这边 搅转着 有点 其实 我们也能跟它们 在这边 做了 这边 今天 都能够 带上之后 就能够 不然